因为推倒张明清 还有呢 黄如意事件 那么现在尽管他已经被起诉了 但却几乎成了民进党内的英雄 在这几天 台南市的街头出现了这一个 非常显著大幅的看板 上面写的是 支持王定宇参选台南市长 而署名的正是王定宇后援会 其实在之前就曾经传出过 王定宇想要竞选下任的市长 如今因为这两起意外事件 果然让他的支持度大增 台南市街头最近出现这个大幅看板 上头写着支持王定宇参选台南市长 庶民是王定宇的后援会 看板高三公尺 宽也有两公尺多 在街头看起来非常醒目 支持那个主委当我们的市长 有啊 看到看板的民众也大呼支持 王定宇因为推倒张明清 及黄如意的恐吓事件 塑造悲情形象赢得不少民众的支持 不过服务处人员表示 目前王定宇只想赶快解决官司问题 其他不想多谈 现在定宇他之前就有公开说了 现在都不谈 脑袋都没有在想选市长的事情 就先不谈就可以 他脑袋目前都没有想 都是在处理眼前的事情 现在他比较关心的是陈云林来台的事情 虽然服务处人员低调 但王定宇要竞选下任 台南市长这个传闻已久 更有人说他最近的行动 也是为了提高知名度 如果真是如此 从街头这些支持看板看起来 他也算是达成目的 终于新闻来关张 台南报道